反正我今天就是 觉得就是那个 四小师徒啊 有那个背离再背离再背离 三次的背离 这种一般好像是小型的 为客户出货现象 这个真的要小心 我不懂从现在到晚上 可能比特币再冲多一步 来到回到这个线 我觉得六万四六万五 应该这周破不了了 休息了几天了 没有开单 拜一到现在没有开到单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就没有什么想看盘 然后也感觉挺轻松的 不是每一天都要交易的 我在等机会真的 然后我今天重新再看一看比特币的图 我觉得现在真的偏高了 我感觉啊 庄家随时要洗一波了 然后最快就是今天晚上九点半北京时间 因为有那个就业数据 上个月美联储为什么 这个月为什么美联储突然降息50个基点 一定是有一些猫腻的 所以那些有多单的朋友 我觉得不要太过的兴奋 我觉得可能今晚会有一些不好的新闻 猜的 反正我现在空单 我只是空仓我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今晚会低 所以因为我是空军老体 如果有一天我看多 你们要更要小心 之前讲这12个飞要播的时候 我开始了 比特币有时候真的画趋势线是一种艺术 没有完美的 没有百分百的 所以有些人好像会这样画 这个啊 眼高一点 这样画 有些人会这样画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今天就是觉得就是那个 四小师徒啊 有那个背离再背离再背离 三次的背离 这种一般啊 好像是小型的为客户出货现象 这个真的要小心 我不懂从现在到晚上 可能比特币再冲多一步 来到回到这个线啊 我觉得六万四六万五 应该这周破不了了 可能会调整一波 调整到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觉得现在很高了 不要在这边追高 很多币到了一些四小时阻力 都开始反弹了 或者出现一些假突破了 所以我觉得危险 不要在这边追高了 你真的要追高至少起码 你等它回归一些趋势线 再去接吧 看这条线 现在还是在那边盘整 减息50个基点 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所以涨不了应该是跌了吧 有可能可以回到五头了 比特币还有机会回到五头了 看这个大大的趋势线 这个区间吧 这边反弹反弹 上下上下上下 刚好今天这个礼拜摸到六万四千七 刚好也是八月份的高 在那边纠结了很久了 应该前高破不了 有些山寨币破了前高 马上收回来 我都觉得是一些 比较看跌的一些现象 希望我是看对的 比特USDT也是差不多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反弹了 所以我就逼我自己画一条线 可能是看这条线了 然后一样的就是有背离再背离 两次背离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来 下来对吃星成一个头肩底才真的的反弹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今晚总体看跌 希望我看对 再回来也没事 然后这边反弹一波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再去找一些币去抄底 我觉得在这边这个level 可以啊 Solana也是 Solana我的目标是100起 可是一直不上来 这边为什么挺长的我也不知道 但类似这边看像很像是那个 很像是有一个双顶类似的 这边有爆震量 第二次上去有一个背离 然后没有爆震量的 这种就是一般之后都是会有些调整 只是调整到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可以看这个长期就是这样 长期就是连一下啊 这个连一下 所以有机会 如果比特币回到五头的话 Solana也是慢慢阴跌阴跌 把上个礼拜 因为那个减息新闻最多的牛线杀了 他才有力去做第二波吧 我猜是这样了 所以不要兴奋 可能又回到130 这个是我对Solana的看法 然后ETH也是涨得有点猛 ETH现在什么level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被停着 为什么停涨 我真的没有idea 然后会不会再推多一波 一切就有可能 是不是回到资争测试一次两次要推多一波了 不知道 反正我想要控ETH的level是在这边 2900到3000左右这个level了 现在在中间 我也不懂它今天会不会跌 这个以太坊不美了 真的要蛮空虚的空别的东西 这个我看不懂 所以我只能说要接多等它下来再接 如果它今天明天就会出来很差 下来这边可以考虑2300这边接多 如果它直接报上去的话 那2900这边应该很多人在排卖的 OK ETH就是这样 B&B很多人说那个照常朋友出来了好消息 并且暴涨 我不懂 我觉得不一定这么简单 他出来又怎样 他又不是币安的老板了 好像还是股东 忘记了 没有去跟随 B&B经典 我觉得假突破回来了 这个看起来挺弱的 我觉得会调整一波 只是我不知道会调整多少 至少回到这条线吧 应该不难 530左右 回来去测试一下 应该就是这样吧 上跌上跌 可能这边才又再累积一些筹码 才有力再推多一波 OK 现在才9月 多5天就10月了 庄稼没有这么好 直接飞飞飞的 应该会给你多一次机会上车的 我觉得 B&B这样看 然后IMX这个推的挺猛的 这个 推的挺猛的 然后 现在好像突破了那个 之前7月份的阻力了 这7月份的阻力了 突破了 只是不懂会不会站稳 站稳的话可以继续拉 不站稳的话 他就可能会这样 然后又回来了 反正庄稼还感觉还不想推 还在累积筹码 所以我猜他还会慢慢跟他扎回来这里 然后又是回到1块3 才有力再推下一步 所以你们要怎么玩 你们自己玩吧 我觉得暂时没有什么好机会 我就耐心等待 其实没有玩4天的时候 很好 那感觉 好像自己不是赌徒 也早晚上睡得很香 不会半律 有时候故意起来去尿尿 然后看盘 YGG这一波走了一个蝙蝠 走了一个886蝙蝠 走完了 开始调整中 XA B C 886这边 碰到了 开始要跌了 应该回归4毛不难了 回归4毛不难 这个是一个蝙蝠 应该不久的未来可能回归支撑 4毛左右 然后要等多的这边等吧 不要在这边高高的去追多 很笨的 这个是什么 Near Near回到这个 8月份的高在这边纠结着 不懂牛还是熊会赢的 但我猜想应该是熊赢 这边我猜是一个假突破 高空盈亏比不错了 要做多也不是这个level 要做多的话 我们重新画一些线啊 可能他这下几天调整下来 我们再看一会再支撑阶吧 不要高位最多 等他调整 应该会有调整的 只是什么时候去调完而已 希望今天明天慢慢调调回来 可以借到4块3以下的单子 借多会不错 没有的话就看戏 Gala有问我是不是突破了 没有啦 Gala只是回到8月份的那个高位 测试一下 我觉得你看有爆增量出货现象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突破 要不然高空可以考虑 如果要多Gala的话也是一样 等他回归一些支撑再接了 18左右 看看会不会下来 差不多这里 19以下 这是Gala 然后这个水跑得很疯狂 很厉害 这个我看不懂 我去了日线 我去了很多种线看 你看不懂 为什么这里突然停了 这里也是没有什么结构的 看不懂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只是我看到有蛮多量的 我不懂是进货量还是出货量 所以这种跑很多的不要去追了 跟你已经没有缘分了 注意的话晚上睡得着吗 如果真的有回归一些趋势线支撑 我们再去接 我觉得接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level又不敢空 你这边做多你又怕 就不要做他了 这么多个币一定要选他吗 希望来一些调整 花几天时间调回来 回到1块3可能就可以接多了 这个是SUI跟着趋势走 然后weave weave在这边纠结也是 前高 8月份的高在那边纠结着 纠结轮 不懂会不会上 会不会下 这边好像有背离的感觉 4小时有背离 看一下1小时有什么 1小时有背离 蛮明显的 所以我不懂他会不会在这边出一个头肩底 然后才真正的调整回来 我猜这边应该是 213应该是这个礼拜的高点了 然后应该还会调下来 调到哪里我也不清楚 画一些线 看一下4小时的线可以画什么 可以画一些趋势线 这样有可能吗 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调回来 哇1块6 不懂有没有这个机会 最后一个 DOT DOT也是涨到一个趋势线 你看 这个 这个是5月 连7月的高 现在又来到这个level 应该是9月的高了 所以想要高空的DOT可以考虑 要多也不是这个level多了 你等他会归一些支撑 才去看你要不要去接多 可以看多的 可考虑看多的level 可能是这条线 可能他会调止回来 又回到4块1左右 好啦今天就说到这了 祝大家好运 希望我们今晚 有做空的会发财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对 好 好 感谢观看